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为了跟大家一起看美女 放慢一下语速呢 大家也多欣赏一会儿 是吧 愉悦一下身心健康 至于我讲的内容多少 语速快慢就不要在乎了 好的 废话不多说 咱们一起来赏美 俗话说得好 边边美波 美波 美波 灵墨爱里是爱里不离 这句顺口流呢 足以说明 在年轻一代的日文女星里面 这两位啊是万千宅男心中的佼佼者 边边美波呢 咱们已经讲过了 没看过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看 灵墨爱里生于1994年4月12日 出生地在日本祁福县 大魔王之间心肠的地盘 但是他的出生地 属于日本千叶县 也就是说呢 他早期主要在千叶县生活 身高161.8厘米 血型为B型 爱里的父亲是一名职业高尔夫球手 名叫灵墨亨 所以说呢 家庭的经济状况应该是很不错 而爱里从小啊 就喜欢唱歌跳舞 幼儿园的时候呢 就把作为歌手当成自己的理想 父母也非常支持爱里的选择 在他六岁那年 把他送进了娱乐公司 UFG的艺术学校 学习唱歌跳舞 这个UFG公司啊 全称 Upfront Group 也是爱里从出道到现在 一直所属的娱乐公司 2002年6月30 8岁的爱里通过了 Hello Project Kids Edition的选拔 成为了15位偶像练习生之一 这个练习生团体呢 被命名为Hello Project Kids 第二年爱里被公司选拔出来 加入了唱跳组合阿 并且发布首张单曲 First Kids 2004年爱里又被选入 HP全明星 这个是公司UFG 从各个组合跟项目中 精心挑选出的46名艺人 组成的团体 2005年6月11日 爱里又跟其他六位 Hello Project Kids成员 组成了新的七人组合 Cute 据说组合名称的首字母C 之所以用奢侈度代替 是为了表现出组合中少女的体温 为何感觉这么猥琐呢 2006年 该组合发布了第一张单曲 全新牛仔裤 2007年 爱里又被编入三人少女团体 Buono 为东京电视台播出的动画 守护甜心 演唱片头曲和片尾曲 注意爱里属于同时 兼任多个组合的成员 并不是从一个组合出来之后 再进入下一个组合 这些组合呢 都持续数年之久 有的甚至长达12年 可眼而知啊 平时里的工作量有多大 还是很辛苦的 在同年 他发布了第一本 同名个人写真集 爱里 从此之后 爱里主要以少女组合 Cute成员的身份 在演唱事业中深耕 或者说呢 在所有他加入的组合中啊 这个组合的反响最好 2007年2月份 Cute发布了出道单曲 《樱花炸现》 并且成功登上日本音乐排行榜 《公信榜》的第五名 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一出道 就打进排行榜前五名的偶像团体 紧接着在当年7月份 Cute又发布了第二张单曲 《流转的恋爱季节》 并且再次打进《公信榜》第五位 透过这两首单曲的成功 Cute获得第40回 《日本有限大赏、有限音乐赏》 和第49回《日本唱片大赏、最优秀新人奖》 于当年年底 直接就登上了《红白歌会》 可谓是一炮而红 这也是爱里首次在《红白歌会》演出 凭借出色的音质和演唱技巧 爱里也一直作为Cute组合的主音担当 2011年他首次尝试出演了电影《吸血鬼故事》 2012年4月 Cute发布了第18张单曲 《你骑自行车,我坐火车回家》 这首单曲首周销量就突破了4万张 并且取得公信榜排名第三的成绩 是Cute组建以来的一座里程碑 2013年 19岁的爱里考入庆英艺术大学环境情报学部 开始研修大学学院 2014年5月 Cute前往台北举办演唱会 这也是爱里第一次去台湾演出 2015年 她成为女性主流杂志 Ray的专属模特 2017年 Cute发布了最后一张单曲 To Tomorrow 最后的咆哮 The Curtain Rises 我必须吐槽一下 这个歌的名字实在是麻烦 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 并且在当年6月12日 与奇遇超级竞技场 进行了最后一次公演之后 Cute组合宣布解散 爱里也顺利从庆英艺术大学毕业 声明从公司整个的 Hello Project的项目中退出 开始个人单费 爱里的颜值 也是经历了很大的起伏 少女时代过于朴素 脸部轮廓也不清晰 最大的缺点 就是嘴部有点凹陷 使得整个脸缺乏立体感 但是所谓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女人是需要雕琢的 尤其是美女 更是需要长时间的打磨 不厌其烦 持之以恒的 尝试不同的风格和妆容 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 这样才会变美 爱里自打开始单飞之后 容貌就发生了很喜人的变化 脸部轮廓 变得清晰精致 显得脸很小 嘴巴不再那么凹陷 应该是整牙的效果 妆容鲜明 有韵味 眉毛画的 非常适合自己长长的眼睛 表情管理做得很到位 一笑起来 两边的苹果肌 赠光瓦亮 特别可爱 再扎起高高的马尾辫 整体显得特别俏皮 你看这小眼眨的 让你心里也不灵不灵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很多人都说呀 爱里的容貌变化这么大 是不是整容了呀 我觉得呢应该没有 即使有动过 无非就是用一些手段收手脸啥的 那都不算整 他本人呢也是否定了整容这件事 除了长得俏皮可爱之外 爱里的业务能力也是很强 十几年的少女组合唱跳功夫一流 2018年6月6日 单飞后的爱里发售个人第一张专辑 Do Me A Favor 并且在7月9日于日本舞蹈馆第一次以个人名义举办演唱会 万余章门票在开卖当天就被秒杀 非常受粉丝欢迎 2020年爱里与日本情歌之王 林木雅芝合作了歌曲Daddy Daddy Do 这首歌是动漫灰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的主题曲 反响非常热烈 爱里在这首歌中虽然只是半唱 但表现的也是可圈可点 2021年爱里第二次在日本舞蹈馆举办个人演唱会 2022年也就是今年 爱里再次为动漫灰夜大小姐想让我告白 献唱片尾曲 3月份的时候日刊体育爆料 爱里正在与比自己小4岁的日本国脚田中碧交往 据说是以结婚为目标的 而男友田中碧在本次世界杯日本对战西班牙的时候 成功打入一球 帮助日本以2比1战胜了西班牙 不知道回去之后 爱里会怎样奖励她的男朋友 好的 今天的美人咱们就说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